今天四年级的同学呢 就会跟我一起来学英文 今天四年级的英文呢 就会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复习 那么我们先再来看一下练习 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填充所需要的答案啊 所以老师先给你们解释一下意思 来看一下A Or he can't go out 否则他不能出去 B or there will miss the bus 否则他们会错过巴士 C or her parents will be looking for her 否则他的父母会找他 D or my parents will let me go to the cinema 否则我的家人不会让我去电影院 E or you are not allowed to borrow from the library 否则你将不被允许从图书馆借书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练习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刚刚老师讲解的那五个 填充去这五个问题里面 所以你们自己尝试做一下 做完课才可以参考答案哦 所以我们今天小小的复习就到这里啦 三三九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